我为什么选他当男朋友 是因为他在大一的时候 除了上课还会去坚持 有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可是他到现在 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打游戏 我问他 难道你以前的规划不想实施了吗 他说现在还早 他以前说 他想当一名老师来教小朋友 我觉得很好啊 那你应该去考相关的证书吧 他就不去考 开学的时候 我说我想考这个相关的证书 然后他说 他正好有那个教材 说那个拿给我 拿了一学期到期末了也没给我 难道会因为我不给你拿这个书 你就不去考试吗 你自己去网上买两天包游就到了 那你说我没准备好 我干嘛去弄那些事 哪像你啊 屡战屡外屡外屡战 那你没准备好你干嘛去啊 我知道我要走的方向 你是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方向不知道自己准备准备好 你是指导方向连准备都不准备 是吧 我知道我没准备好我就不去尝试了 你是没准备 我是没准备好 我有准备的 我大一大二做了两年准备 可是你中间一年不就断层了吗 对啊 这小孩挺逗的 我中间一年断层了 凌亚历齿的 我中间断层了 你今天来干嘛的 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他能不能改一改他这个 不能 好身手的毛病 我觉得我是为了你好 你为了我好 你就不能怎么着 不能 那我们就互相冷静一下吧 就分手呗 对 分就分呗 那看他嘛 我告诉你 我们家这闺女就没有那么温柔 没有那么体贴 发起脾气来 可能就喜欢拍拍打打 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是要找一个他能扛事的男人吗 嗯 能吗 我管着他现在不像那种男人了 对啊 所以人家就非常明确啊 不是那样的我就放手啊 他也不是那样的男人 为什么你不放手 我内心总想着我能把他纠正回来 想改变 女生就是这样 你认错人了 男生说认错了我就走 问女生 男生就这样你认错人了 女生说认错了我还想改 两个人在这段关系的态度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老师们如何看待 老师们又想怎么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王啊 你今天是因为你的女朋友打你 你来的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个事 刚才 有时候老师跟我讲 气死我了 我都想打他 我觉得有的时候都照着镜子 因为你跟你女朋友的相处模式 兴许是女朋友的错 但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场合 听到另外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 他说他也想打你 这事你要反思一下 第一个啊 你觉得你的道理重要啊 还是他的欢心重要的 他已经说的很清楚 我就喜欢花 但你拗着就是不买 如果从表面上看 你的女朋友有暴力的话 你其实也有暴力 你这个叫做冷暴力 你用你这样的方式 去制裁你的女朋友 制裁你女朋友的家人 你觉得这个后果可以好吗 打人是不对的 这个永远不弘扬 但是有的人呢 他总是能够挑起战争 你知道吗 如果人人都憨打 那问题一定在你身上 我希望能跟你这样的一个思考 然后再来看这个小明是吧 嗯 我想问你 你就不担心哪一天他还手打你吗 因为他只要打你的话 你已经打不过他的 对不对 你不担心吗 我有想过 他之前有很多次发生矛盾 他都会把我扛起来 就是我们学校有出水沟 他就把我扛到出水沟上面 他说如果你不服软的话 我就把你扔下去 哇 用这个方式来威胁你 对不对 对 总之他现在不是你以来顺受 他在反抗 包括他可能用不买花 或者其他的方式 用他的固执来反抗你 他今天的反抗是这个等级 但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他慢慢会发生变化 他有冷暴力 可能变成一个明暴力 其实很多的家暴啊 往往都是女人 一开始先动小手 后来男人还了手 在我咨询当中 很多家伙的男人是这样的 他甚至给我做咨询的过程当中 跟我讲说 一个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呢 我都不齿 但是我居然我也做了 我打完人以后 我就后悔 我怎么能不那样呢 但是在当时气筒上 他控制不了 而且你们的感情慢慢 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越来越淡了 那你的手可能会越来越重 你失控了 你就不知道你的巴掌 到底打到哪 打得轻重如何 他哪天再失控了 他就会比你更重 所以家暴就这么来 所以你要学会用你的语言 用其他方式表达你的情绪 打一定是不对的 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一个 两个人不要企图通过改变对方 来达到你们的理想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你接受不了的话 学会放手 不要把暴力升级 好 谢谢刘老师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第六本